说到元宵节 希望教育下一代这样的习俗 无期亲子阅读馆来自国外的英语志工 也特别制作了天灯汤圆等图卡 教导孩子学习各种应景单字 官方表示鼓励小朋友从小接触阅读 积极推动专业志工说故事 每个月都会固定安排六场以上 除了有中文和日文汇本导览外 还另外结合附近社区的国际志工 担任英语故事导览员 让小朋友的阅读变得更加国际化 说着一口流利英语搭配手上的图卡对照 用生动的导览方式 向台下的大小朋友们 解说各种元宵节的应景单字 眼前这位金髮碧眼的英语志工 靠着丰富趣味的英语导览 吸引全场目光 放天灯的英文就是Skylight 然后还可以学到那个 在唐原里面可以加入很多材料啊 我们今天上的是元宵节的活动 因为元宵节快到了 所以让他们稍微了解一下 什么是元宵节 觉得这个活动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因为小朋友虽然说 他现在可能不是听得很懂 这个英语的部分 但是那种潜移默化 就是让他们天天接触的话 他们的那个学习效果 慢慢的就会呈现出来 积极推动专业志工说故事 无期亲子阅读馆 每个月都固定安排六场以上 和大小朋友一起同乐交流 为了推广多元学习 馆方除了有中文和日文绘本导览外 还另外结合附近社区的国际志工 担任英语故事导览员 从道具制作到实际互动 全都一手包办 现在也成为馆内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像这次讲的这个关语言小姐 是属于我们东方的这个传统的节庆 他最大的一个目标 就希望大家能够很愉快 那把英文这个东西学得很好 把他的母语学得很好 有那个能力了 你自然就有能力再去学其他的语言 国际志工他们都会参加 我们的礼拜三跟礼拜六 故事魔法屋英文教学 也受到很多乡亲跟读者的喜爱 馆方也表示 透过多元语言的故事导览 不但成为馆内特色 也能帮助学龄前孩子 提早启发他们的语言学习 无心中还能拉近与孩子的距离 让亲子关系更加紧密 记者神伯瀚才共存不到